你别忘了 他的公爵是朕当着文武百官的面 亲口封出去的 父皇许给他的是梁国公 而朕以为仍可以给他公爵 仍是梁国公 主标一把拉住朱元璋 在他的手心滑到了几笔 当场把老爹斗得哈哈直乐 肖貌好大儿鬼点子真多 鱼子之变 背后却大有深意 东梁的梁换上了梁梁的梁 简直是杀人诛心 蓝玉接到圣旨后 好半天没反应过来 脸色铁心 喷得后槽牙都快咬碎了 站起身后双腿一个亮枪 险些栽倒 耿炳闻 蓝玉认为自己的受罚 是副将耿炳闻干的 他肯定把自己发得牢骚 一无一时告诉了朱元璋 为了报复 这家伙直接蹿了小弟 把耿府砸了个稀巴烂 老港迫于地狱的悬殊 只能打碎牙往肚里咽 随后跑去找李善长求教 不料对方却表示 爱一顿揍不算坏事 至少会让朱元璋认为 你们俩不是一伙的 蓝玉嚣张无极限 在军中广街当鱼 直到有一天会玩完 只是现在还不到时候 封上蓝玉的同时 又必须安抚燕王 让这两人相互制约 朱棣一进京 就直接被朱镖拉着去喝酒 后者丝毫不掩饰 对弟弟的疼爱 一个劲的夹菜 都是挑他最喜欢吃的 吃啊 弄去看吧 大哥 你这叫我怎么吃啊 慢慢吃 慢慢吃 朱镖说起老二朱爽 因抗职被压解尽惊的事 朱棣下意识顿了顿 紧接着露出一副 毫不知情的神色 当晚回府后 又向徐妙云提起此事 原来他早就知道了 这是在跟朱镖演戏 三十多年了 我还是第一次 跟大哥这么说话 你说本王这么着 殿下要时刻记住 殿下不只是太子殿下的弟弟 殿下还是臣妾的夫君 是高持他们的爹 可惜欺骗这种事 一开口就再也受不住了 无奈兄弟俩毕竟是君臣 迟早会走到这一步 四日一早 朱镖正忙着工作 下一秒却传来噩耗 太子妃难产大出血 小两口没来得及 进最后一面 先是失去长子 现在正房媳妇又没了 或许是老天爷看不下去 老朱家前三代的基因 实在优良的过分 干脆强行出手逆转弃运 大明帝国的未来 正朝着另一个方向及时 原人的王庭 虽叫蓝宇给剿灭了 但赛房仍不可掉以轻心 朕知道你有点本事 不假 却也是个最没自知之明的人 老二的事 是设国法 也轮得到你来管吗 阿臣 知错 朱镖又被打发回了北平 连走之前 主标出城送别 眼中满事不舍 接着 刚下的帘子去划的 有这样一个大哥 相不拼命都难 朱镖为了拿下 下次北正主帅的位置 数次深入墨北 大小战无数 打得草原各部 胆战心惊 再不敢打北平的主意 唯一让朱镖不满的 就是大儿子朱高痴 媳妇这次气得要死 你是不是忘了 谁才是燕王世子 这下若是有空 不要总是陪着高绪 也要多陪陪高痴才好 他也是你的儿子 我知道了 不 你不知道 朕中国天 百姓的苦 天底下没有比你老子更清楚 朕不做汉武帝 连年出赛 天下户口减半 可真更不想把事情全都留给你去办 朱元璋发动第七次北伐 以蓝玉为正鲁大将军 千里奔袭捕鱼二海 围歼了北渊老超 这一战给了对手致命一击 从此大漠无汪停 北渊回到了曾经四分五裂 各自为战的状态 老朱嘴上说着不做汉武帝 身体却很诚实 决定再度集结打军 发动第六次北伐 朱标立马提出反对 仗打了这么多年 国库早就空虚了 再来这么一回 百姓怕是扛不住了 此料朱元璋却坚持到底 他并非不明白百姓之苦 但为了子孙后代的安宁 又不得不如此 可算账不能只算眼前 初始倒伐看起来迷飞浩大 可你想想 只要入口一次 截略去的钱财人口 再加上朝廷过后 抚恤百姓的开支 那就抵得上几轮征伐的开销 那里是墨北 根本设不了留官政府 打下来容易 没法守得住 总不能把人口牵过去 统统过放牧生活 除了一轮一轮的扫荡 朝廷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 既然无法避免战争 就必须牢牢把握主动权 这就是朕的章场 儿臣愚钝 父皇教训的事 这不怪名 你有没带过兵 你像这些道理 老三老四他们一听就能明白 老朱紧接着话音一转 说到了千都的事 现在的都城南京 离塞北确实太远 一旦被征 军费耗损巨大 引用当年刘伯温的一句话 虽有虎居龙盘之势 却到底是天安之地 朱镖立马想到了 朱棣之前 新都北平的建议 与我大明天子 为天下黎朔守此国门 胡闹的 真把京师牵到北平去 那把他牵到哪去 南京 也不错 什么也不错 改封武王 喜封南京 臭小子 爷俩打闹之间 并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 殊不知多年后 北平竟真的成了大明国都 天子守国门 君王死设计 读究了帝国的铁血 次日早朝 朱元璋宣布了 被罚的决定 与以往大战不同的是 虽然主帅依旧是蓝玉 但左右两大富将 却分别由燕王朱棣 和晋王朱刚担任 你俩人都看得出来 老朱是要对武将 进行更新换代 怀西一众公侯 被放在幕后 把他亲儿子推到了台前 再大的不服 也得憋着 百官之手的李善长 率先表态 陛下圣灵 陛下圣灵 朱镣深知 老四朱棣和蓝玉 向来不合 这可是兵家大忌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他直接找了 尹国公傅友德 让其带着两封密诏 在北伐期间 镇守北平 傅友德当年也曾 纵横漠北 七战七劫 以数万军队在北渊境内 如入无人之境 战利品多到 拿都拿不动 绝对称得上是一带传奇 可如今却沦落到 当备用军去使用 朱镖亲自将他扶起 让他千万别有怨气 蓝玉在作死的路上 一路狂奔 直接冲着朱棣大吼大叫 瞬间吓蒙了在场所有降临 这对不久前 朱元璋开启第七次北方 以蓝玉为主帅 朱棣为傅江浩浩荡荡开往墨北 两人一见面 蓝玉率先扶人 干脆利落的丹西跪地 口称殿下 这一次他学乖了 等朱棣说出请起后 这才站了起来 给足了对方排面 不料下一秒 这家伙立马卸去伪装 今日这庭里一笔 从今而后 臣可要行军令了 大将军请 众将听令 大军出战 守中军阀 从今而后 若有人单敢不服从 本将军的节制 节斩 你们都听明白了吗 明白 明白人都看得出来 这场大戏根本就是针对朱棣的 就算你是皇子亲王 到了这儿 也得乖乖听我蓝玉的命令 朱棣也不想惹事 毕竟北伐乃是国家战略 没必要窝里兜 可惜这两人的战术战法 吉人相反 一位是大军主帅 一位是石群亲王 谁都无法完全镇住对方 产生分歧 是迟早的事 果不其然 大军在深入墨北后 迟迟没找到猿人的踪迹 双方的矛盾迅速凸显出来 蓝玉坚持自己的主张 决定一路向大湖进方 要是遇到猿人的牧民 尽数给我亲祸 看到他们的牲畜思重 全数给我反馈 我就不信 人要吃 马要搅 如果 他们不去大湖放牧的话 这乃尔布拉 他能凭空给我变出粮食来吗 朱莉庆后当场提出反对 他认为捕鱼尔海一战后 百元王庭已被摧毁 蝶军成了无头苍蝇 却彻底没了负担 而乃而不花的手里 只有两万兵马 只要带足口粮 咋的也能砍过冬天 到时候咱就没法再找到他们了 骑兵对打你干得过草原人吗 人家就是靠这个起家的 野挤之短 攻敌之长 你晓得是不是啥 朱莉还想出言反驳 咱料却直接被蓝玉指着鼻子大骂 你才跟原人打过几次兆 就在这儿只手花脚 一边带着去 都听完了 你们都按我说的办 是 末将告退 朱莉气得双目原争 干脆直接带着手下骑兵 脱离了大部队 孤军深入自己干 蓝玉对此毫不意外 反正出了事 又不用自己背锅 他当地大手一挥 下令全军奔施 消息传回北平 傅有德吓得战都站不稳了 殿下帅几千兵 把深入大部 这个时候他怎么能扳尸 大将军说 殿下是皇子亲王 他不敢管 也管不了 被网 顶五百七百 随我出声 阎王妃同样吓得不轻 万一朱莉真出点啥事 朱元璋和朱镖还不得炸毛 姓蓝的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当朝亲王偏失极尽 他不率斤 侧应就算了 咋也敢擅自回军 这不是找死吗 兰玉是专捆在外的争敌大将军 此时说到底 是殿下有为节度在先 即便是把状子告到陛下那 他也没有十足的把握权力 殿下用兵善于行血 但你绝不如马 这一步 殿下是迟早要走的 只是稍早而已 现在所有人都忧心朱蒂时 兰玉却干出了另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直接把朱元璋都搞得崩溃了 关注我下期再见 喜欢的观众 记得一键三连多多转发